做游客去澳門 食鹽了葡萄 想找真本地美食 每天再客 捲弄捲辣的的士大哥 應該有好介紹吧 試試問澳門小食有什麼推介? 大三包都可以 通常最有名的大利桃 豬八包 有沒有哪家的食物? 沒有啊 我們不會大吃的 有四五年沒有大三包 這麼多人買 他們有好東西給你吃 我真的太大便了 豬包包你不要吃大利桃 不要吃 去找茶餐廳應該都好吃 還便宜四十多元一個豬包包 發瘋嗎? 皮鑒 毛國菜去金麗華法蘭道 小便醬 唐多有客人嗎? 我說了 去葡萄的旅行 乘來乘去 都是那些行貨 坐了十程的士 終於被我問道 澳門人通常在這裡吃什麼? 我們不是住這邊 有多久我這邊吃了 你們是住哪裏 我住在黑沙灣 我們在關閘那裏 那裏有沒有好東西吃 那裏有個熟食中心 兩層大把食物 那裏有很多便宜的食物 當然便宜 我們自己 澳門人吃飯 這裏平時真的不會來 因為都是住宅區 熟食中心就是街市對面 有30檔小食 問問街方們 是否真心這麼好吃 如果是來有漢食食中心 你通常會推介有甚麼吃 吃粥 標記 這檔粥 一早開始便有人排隊 就是因為它生棍粥 又棉又多了 20元有找 還有伯伯即叫即拉的腸粉 通通每一款都是16元 問街要吃餃子 韭菜煎餃子 好吃一點 新鮮一點 店裏只賣兩種餃子 18元就有8隻 香港哪裏找到 不基本上全部都是 他們早上開店會做 買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叫花奶包 覺得超有趣 原來就是花生醬家煉奶 無論甚麼包都幫你立即焗到很脆 整件事雖然很邪惡 但12元真是令人很想吃 吃飽了 再加個甜品 這麼便宜 但每一間都很足料 我們租貴人工貴 人家的租貴很貴 這裡吃租金 所以街坊都說 那你覺得這裡 右巷街市的特色 你覺得是甚麼 便宜 平靈靜 哈哈